横峰银行于上周举行了圣诞晚会 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 本次活动共有该行各地代表及嘉宾 600多人到场参与 是横峰银行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年 圣诞晚会于晚上7点左右正式开始 由横峰银行董事长吴文龙先生 首先登台致欢迎词 他说横峰银行于1998年开行 迄今刚好20周年 该行从开始仅两家分行38名员工 其中34人来自德银 4人来自首都银行 他们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完成了5000万的存款 及5000万的贷款 迄今分行已经有17家 他们还将明年在加州再开两家分行 吴董事长并宣布该行今年的税前盈利将达到3300万 全场掌声如雷 吴董事长并宣布平均每位员工有至少10周的薪水奖金 经理级有11周的奖金 另有4人业练及特加有12周的薪水奖金 还有一人可获13周的薪水奖金 当晚吴董事长也在晚会上颁发在银行工作10年 15年20年25年名单及职位 并为这12名员工佩戴精致奖牌 当晚出席的贵宾台北经文处处长陈家燕上台致辞 他说 横峰银行20年之所以如此杰出的成就 全来自优质的领导 而吴文龙董事长正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强人 横峰银行的晚宴不仅有高档的餐饮 还请来了著名的乐团表演 一晚上好歌好舞不断 更为这个年度圣诞晚会增添了色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